墾丁地区进入了夏天潜水旺季 但现在有潜水员投诉 发现部分的潜水教练指导学员 把细嫩的海阔鱼抓到手上拍摄 根据了解海阔鱼又称作海麒麟 是罗类的一种属于软体动物 体型大多只有几毫米 其实是经不起这样子抓在手上的 而另外在澎湖七美 也有游客不慎剔断海里的珊瑚礁 相关单位也介入开罚 虽然在海里色彩缤纷的海阔鱼 自在悠游 水下摄影新生但现在传出 竟有潜水客将细腻的海阔鱼 抓到手上拍摄 严重影响生态 有些拍照的人他会抓在手上拍 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做 这样去触摸他 有时候会惊吓到他 肯定地区进入夏天潜水旺季 但现在有潜水员投诉 竟有部分潜水教练指导学员 将细腻的海阔鱼抓到手上拍摄 据了解海阔鱼又称海麒麟 是罗类的一种属于软体动物 体型大多几毫米自然经不起用手抓 对此啃管处将依法裁罚 狩猎动物或捕捉鱼类 依国家公园法可裁处3000元罚缓 而另外在澎湖也有生态遭到破坏 穿着蛙鞋 游客一脚踩在珊瑚礁 只见紫色珊瑚被揉染后留下摆设伤口 珊瑚礁断裂的残肢遍布海床 穿着蛙鞋 刺发在澎湖清美的沃牛海域 当地民众指控 以后下午大约有30位外地游客 在水里活动时 不断踢断海里的珊瑚礁 就算被劝导也不为所动 恶劣行为也引来抨击声浪 如果有采集珊瑚礁的行为 罚则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15万元以下罚金 海洋保育不能等 就盼破坏生态的行为 别再发生 记者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